大家好 欢迎来到漫游世界奇案 惊奇我们将带你们看一下 蓝可尔神秘死亡事件 2013年轰动一时的蓝可尔事件 距今已经将近第12年 加拿大港医女生蓝可尔 于2013年被发现全裸 离其死于洛杉矶赛西尔酒店 Seasaw Hotel Seasaw Hotel的天台水缸案件疑点重重 至今能为人真正破案 而令人毛骨耸然的案情 和升降机CCTV片段 能让人历历在目 有人猜测他死于黑手党 有人说他遭遇了灵异事件 究竟蓝可尔是死在谁的手里 今天漫游世界奇案将带你重回2013年 那个迷雾重重的晚上 蓝可尔1991年出生 父母在加拿大经营餐饮 高中毕业 他考上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心理学 外人眼里他性格活泼 不出意外他的未来一定会幸福 2013年1月22日 蓝可尔经父母同意做了规划后 开始独自旅行 他先去了圣地雅各 晚几天后 1月26日 会去洛杉矶待四天 再启程去圣克鲁兹 三番四 为免家人担忧 蓝可尔每天都会给家人打电话 2013年1月26日 蓝可尔按规划 孤生一人来到洛杉矶 入住了赛西尔酒店 1月31日 蓝家人等到很晚 都没有接到蓝可尔的电话 打他手机也打不通 父母担心他出事 所以向洛杉矶警方报了警 然后只飞洛杉矶 去了蓝可尔说的酒店 可他们没有看到蓝可尔 而警员进入蓝可尔住的506房间 清点他的物品 蓝可尔的笔记本电脑 处方药 换洗衣服 钱包卷在 东西都在 那蓝可尔就不会是躲起来 而据网上传言 当时接到报警的远警没有惊讶 随口说了句 如果蓝可尔晚上一个人出去 那他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出去会成为受害者 那一直在酒店就安全吗 不一定 在西尔酒店 外观富丽堂皇 最初主要是接待商务人士 但据本地人说 现在酒店是禁地 鱼涌混杂的地方 获得了歹徒 流氓聚集地的名号 酒店临景平民窟 所在位置有名像全美最危险的地段之一 你能想象到的犯罪证理都会发生 以由名像为中心 方圆几公里 只要不过界 无论做什么 都没人管 没人问 一个警员呈说 再由名像人走着 走着 就会被打死 在这样的地方 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塞西尔酒店 自1927年建成以来 这家酒店已经见证了 十集中谋杀和自杀事件 在八九十年代更成为暴徒 杀手的温床 出名连环杀手夜行者 里查德 拉米雷斯 也是以这酒店为据点 仅1984年至1985年 就在洛杉矶连杀14人 杀手能常住一个酒店 可想而知这酒店的环境有多糟 因为自杀 谋杀事件的层出不穷 塞西尔酒店被人戏称为死亡酒店 这些 兰可儿难道不知道 他住塞西尔酒店是图他 价格便宜 他住塞西尔酒店是图他价格便宜 还是在追求刺激 亦或有别的目的 而兰可儿失踪不久后 警员得知酒店大堂和电梯有监控镜头 但不是每层都有 兰可儿住的那层就没有摄像头的 位置也不是最佳 录影品质也不好 但有监控总比美好 有监控就能知道兰可儿有没有离开酒店 或看到他和谁接触过 终于在数以万计的视频中 警方终于看到了兰可儿 警方决定搜查酒店 酒店700个房间600多个壁橱 人障人的地方全都找了 警犬也动用了 还是没有找到兰可儿 为了找线索 失踪案发生的第13天 即2月13日 警方公开了兰可儿失踪前的影片 视频中 兰可儿走进电梯挥动胳膊 弯腰 俯伸开按钮 把中间按钮全按亮 躲到电梯角落 把头探出电梯草两边张望 后退 再次躲进角落 从角落你出来 看向右侧拐角跳出电梯 反复进出电梯 往左侧一动 双手挥动 最后从电梯左侧离开近4分钟时间 电梯门始终都没有关 直到兰可儿离开 电梯才栩栩核上 视频放到网上 始终没有关上的电梯门 害兰可儿奇怪的举动 在网上掀起了讨论浪潮 很多人都在猜测 兰可儿看到了什么 电梯门为什么关不上 是不是灵异事件 兰可儿步伐稳健 应该没有喝醉 在电梯外是她的手 好像在触摸不存在的东西 让人怀疑她服用了迷幻药 迷幻药是她主动还是被迫服用的 她从电梯出来后去了哪 她从电梯出来后去了哪 影片很短 看不出问题答案 网上侦探开始进入 兰可儿的社交媒体 或去赛西尔酒店 进行实地调查 兰可儿失踪前 曾在社交媒体这样写着 貌似我有躁郁症 几天心情不错 接下来一周蒙头大碎 基本上就这样 终于找到了有效的抗抑郁药物 今天感觉好多了 我会理性看待事物 提醒自己 你很坚强 你很有能力 你很特别 网络侦探从兰可儿 在汤布尔汤伯勒的发帖中 发现兰可儿心理上好像有问题 但她在寻求治疗 希望自己能好起来 她努力认识子 我积极向上 而且 出事前她能做规划去顺地亚哥旅行 就说明她不是离家出走 不是离家出走 她失踪 极有可能就是遭遇了不测 经过实地侦查 网络侦探发现兰可儿进入电梯后 所按楼层中有一个停地键 按这个按钮 电梯门会保持开启两分钟 电梯门不能关上的谜团被揭开 那影片中她像在与人交流 这人是谁 当时兰可儿在酒店哪一层 兰可儿按14楼时 按钮灯亮 手离开灯灭 以此判断 兰可儿当时在14楼 也就是楼顶的下一层 兰可儿走出电梯后左转 左翠的走廊镜头 恰似通往火灾逃生梯的窗户 这一位住 兰可儿不论被人胁迫 还是自愿 都有可能去了楼顶 那当初远景搜查楼顶时 为什么没有发现兰可儿 近三周后的月19日早晨 及兰可儿失踪的第19天 酒店出现怪事 水压低 出来的水是棕色 有异味 酒店经理让围修工 上楼顶检查水箱 我修工爬上梯子 伸头朝水箱里看时 看到了失踪多热的兰可儿 兰可儿在水箱里 更奇怪的是兰可儿 尸体全裸 头朝下 且一场扭曲 由于尸体曾在水箱底部 警方和消防部门 花了很大力气 去开水箱后 才将尸体捞上来 他是自己跳进去的 还是被人杀死 扔到了这里 酒店表示 兰可儿城市地点在赛希尔酒店的屋顶 可是赛希尔酒店的屋顶通道是上锁的 且与警报系统相连 非酒店职员很难登上屋顶 他们不知道兰可儿是如何到楼顶的水箱上 而不被人发现 因此警方和媒体就此推断 兰可儿有可能是招人谋杀 且凶手应当是对酒店环境熟悉的人 甚至有可能就是酒店的职员 或长期居住的房客 2月23日 洛杉矶警方在约谈了部分员工后 锁定了一名赛希尔酒店职员为重大嫌疑人 此人未有兰可儿房间的钥匙 理论上可随时进入房间 谋杀兰可儿作案 另外媒体披露称赛希尔酒店 长于2月14日做过水质检查 结果一切正常 因此凶手有可能了解酒店的管理模式 其水质检查的时间表 故意常立兰可儿尸体两周待检查结束后 再将兰可儿尸体扔入水箱 但洛杉矶警方2月25日仍然否认各种谣言 并表示兰可儿命案尚未断定 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2月25日 洛杉矶警方发言人马蒂内茲 Alex Martinez表示该案并没有最新进展 兰可儿真正实音还未确认 所谓无可疑之说纯属谣言 针对当地有报道指称 警方已锁定一酒店员工为凶险 兰可儿真正死亡日期等相色报道 若是警方代表格斯维拉牛瓦 葛斯维兰Weber强调 当局没有公布相色资讯 也没有锁定任何凶险 因此员工嫌犯说仅为媒体的误报 2013年3月7日 兰可儿的家属可以到停私房任领尸体 并为他举行葬礼 但验尸官温特尔表示 兰可儿的死因还在调查中 2013年6月20日 去洛杉矶时报引述检察官原子 兰可儿的验尸报告 并未发现他身上有明显伤痕 因为有发现中毒迹象 官原子 兰可儿明显有躁郁症倾向 但未有交代详情 从洛杉矶远景发现兰可儿的尸体后 把他从水箱中取了出来 并对尸体和水箱进行了指纹识别 结果发现没有人指向潜在嫌疑人的线索 而且 尸检表明 兰可儿死前没有被性侵 也没承受过暴力 没有被性侵 那他的尸体为什么会全裸 不是谋杀 又没有自杀倾向 他为什么在水箱 细心的网络侦探发现 警方发布的兰可儿 失踪前的那段视频时间戳不对 有被剪辑的痕迹 是谁对视频做了手脚 酒店的工作人员还是远警员 为什么做手脚 隐瞒什么呢 兰可儿来洛杉矶 只是旅游吗 还有远警搜查了楼顶 为什么不去检查水箱 是不是故意遗漏 遗漏目的是什么 越想 兰可儿的死越不简单 偶然的 有人发现兰可儿失踪事件 还有电影鬼水怪坛破灰相似 都是在电梯里出现诡异 尸体都是在水箱 会不会是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受到启发 蓄意谋杀了兰可儿 还有 兰可儿尸体被发现几天后 酒店附近的游民巷爆发了肺解核病 超过4600人住在游民巷的人被感染 兰可儿会不会是作为生化武器 感染无家可归的人权 因为它是武器 知道太多内情被政府派出的人秘密谋杀 亦或 如传言所说 兰可儿被神秘的力量控制被带到楼顶 送进水箱 兰可儿的死扑朔迷离 想了解的人向入了一个怪圈 阴谋论 灵异论 谋杀论 好像都对 又好像都不对 兰可儿的死 如露让人陷入迷茫 网络侦探也引起了公众 对兰可儿失检报告不一致的关注 虽然他的死亡最终被确定为意外 但失检最初表示死亡原因无法确定 一张著名日期为六十八分之六的便条 这原来的判断是错误的 虽然这可能是真的 但许多人认为 这进一步证明了这是一起谋杀案 甚至是潜在地掩盖真相的行为 兰可儿的汤姆勒 在他死后几个月又开始发帖了 虽然他在去世后 并没有成为网络红人 但他在网上依然很活跃 经常使用汤姆勒尔发帖 兰可儿去世后 他在汤姆勒尔上出现了几条新内容 让互联网变得疯狂起来 不过 这很可能是因为汤姆勒尔的定时发布功能 可以让人们提前安排发帖子的时间 如今 我们仍然可以访问兰可儿的汤姆勒尔和伯克 是为这个案件增加了很多故事 兰可儿聪明 爱读书 在开始美国之旅时 就充满了对旅行的欲望 而他的这些故事 使他的神秘死亡变得更加悲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